我還有辦法講那個三本五十六嗎 三本五十六有人看過嗎 那個其實我有稍微看一下很久以前 2011年的片 我還蠻喜歡他的開場戲跟他中間吃水饅頭 水饅頭 但我想看耶 可以看啊那個三本五十六應該現在在items items好像也還是九十元的片的樣子 你們有看過大和號嗎 沒有啊 你說男人是大和 那部嗎 那部我沒有看 因為其實很妙喔 日本其實每年都會拍幾部跟二戰有關的片子 但是那些片子其實並不太會賣到東亞國家去 可能只有香港會比較長播這樣 像這一類的作品那個 是比頂多就是在日本跟歐美看到而已 這一點是 但我們心裡大概都知道大概是什麼原因的關係 因為他們是我覺得有趣的點是 日本雖然是戰敗國 但是他們其實很明顯他們一直都不覺得自己 是錯誤的那一方 你知道德國他們會拍很多 檢討希特勒的電影 像是這種帝國毀滅啊那樣子的片 然後看到一個人的那個智慧啊 然後跟他的那個精神上面的那個 摧殘啊然後他做了一些 很明顯很誇張的一件決定之類的 可是日本的片呢 我覺得他們其實是 對於這些那種昭和時代的那種將軍 他們有某種程度的同情 所以他們還是會 會寫他們的故事然後演他們的東西 不過呢 也不是沒有批判的 我覺得那個什麼 三本五十六跟那個永遠的零啊這兩部片其實都 你可以感覺起來他們其實有在檢討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 對 OK 這個三本五十六 對呀 對呀 你要說什麼 沒事 我會 我會看三本五十六是因為在ITEMS的時候90元買下吧 對我確定就是應該是 你可以再去看看他90元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啊 對 應該是應該是很便宜就可以買到了 因為 OK 那為什麼會想要看這部片真的 也是跟官員之戰有關因為 我覺得藝所廣是演得不錯 對 所以那個 想想要再多看一點藝所廣 而且我發現藝所廣是以前也公分五臟的 對 就是我就發現哇這個 年輕的時候也很衝的人然後老的時候也老爺老奸巨華的人這樣 然後在十年前他演的是又是一個中階主管級的那種雖然那個時候三五十六感覺起來是頭帥 但是這部電影其實講的事情是一個男人然後 很憂國憂民然後但是事實上被事局擺佈然後或者是他沒有辦法他無力回天的一個故事這樣 其實你也可以去看施樂園的 對 藝所廣是演的 對 真的喔 對 他現在 我覺得他 我看他這幾年拍的片子他其實現在已經是 日本所有演員的金字塔最頂端了 那個大將軍啊大偉人都給他演這樣 對 渡邊仙還不是喔 渡邊仙頂多就是拍給外國人看片子 會讓他當出角而已 一說廣絲喔 一說廣絲我覺得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 前一陣子看他陸王 對 陸王裡面他也是演那個男主角這樣 等一下我看一下 欸我要確認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 有一部日劇叫做那個什麼 六個 六個男配角住在一起 等一下我看一下 欸那個聲音是從哪來的 我沒有我在剪片不好意思 我突然間那個 喔 等一下 5Players 看一下 5Players 是不是 是藝所廣絲 等一下 等一下 讓我先查一下是不是 因為我不太確定是不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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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來了 我點忘記是不是這樣子 對 但是我講一下喔 應該是 因為一下子找不到這個資料 你知道嗎 對那個 BiPlayers裡面是講是六個 六個那個什麼 配角大叔 就是 叫BiPlayers就是 BiPlayers就是說那種 很會演戲但是 永遠當不了主角的 演員 然後六個人 其中一個已經過世了 對 就是 在當年然後他們當時在故事裡面所講的一件事是說 呃 這六個演員啊 突然間那個什麼被 被 被說就是被 經紀人然後說喔那個什麼 中國那邊要拍一部 大片 要拍那個七五四要重拍七五四 然後誰演 張藝謀演 然後張藝謀導演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可能我們將要有機會跟一所廣事一起演這部片這樣 就六個我們六個人然後跟一所廣事當然就是演最主角那個 然後我們六個人可以跟他一起演 然後所有人都很高興 然後只是說那個後來就被騙 就一所廣事 就從頭到尾就只有前面一開始出來一下下而已 然後就是後來說 就是沒有那個 這件事情後來也沒有沒有根本就沒發生 根本好像是溝通錯誤 張藝謀根本好像沒有演這部片 然後他們就一廂情願 可是他們前面就還那個什麼經濟公司來說 為了要這樣子 你們六個人要培養感情 說你們六個人要住在一塊 那故事就這樣 故意要編一個強姦戲給他們嗎 不是沒有要編強姦戲 只是他們找了一個理由 讓這六個中年人然後住在一塊 然後這六個中年人其實有一些共同的一些寂寞 然後結果反而 這六個人明明都有家事 可是 六個人住在一塊就像家人一樣 我很喜歡看內 我很喜歡內部日劇 因為內部日劇 有點那個什麼 幾個 幾個那種中年人相依為命的那種感覺 然後裡面有比較女性化 家庭化就是在那邊 打掃 然後要求對方一定要那天準時回來 然後回來之後 還是跟他交成說 你怎麼老是不回來啊 然後旁邊幾個就在那邊 我希望怎麼樣這樣子 可是到最後就是六個人就是希望能夠找回自己的初衷 然後 只是在前面的片頭有一段很有趣 那個很明顯 是 呃 直接模仿那個什麼 昆甯塔倫提諾的那個 那個什麼霸道橫行的那個開頭 就是六個人 六個男人戴著墨鏡 然後穿著西裝 然後在路上走這樣子 然後只是他們 中間 把他扭曲了一下 就讓他們從水裡面走出來 對 對 沒有我講這個 只是要告訴你說 一手廣師在日本的那個什麼地位 那個時候他們拍這麼日劇 其實就已經告訴你說 哇靠 一手廣師很屌 這樣子 對 好 三本五十六 對 我看官員之戰以後然後想要看 一手廣師的更多片 然後就 去找了那個什麼 三本五十六來看 對 然後呢 這其實是一部 兩個小時要二十分鐘喔 他其實算是一個簡短的一個時代劇 但是我其實說老時候我比較喜歡看這種電影時代劇 因為我覺得 事實上電視電視版的那種大和劇啊 他們有時候把很多事情 講得太久 雖然講的巨細米 然後可能任何角色幾乎 同一同個時間的什麼 人都都講出來 可是我會覺得說哇靠這個 主題非常的不專一 我覺得有點累 那我覺得有點累 而且他們長度又很長 所以反而是這種那個兩個小時的東西讓我覺得我有辦法瞬間聚焦 然後呢 這部片 比官員之戰容易懂得多 官員之戰真的 為了要講那個什麼 十天三成的那個什麼 東西然後邊邊角角拉拉扯 太多邊邊角角東西進來 以前政治的那種事情然後 然後旁邊人誰恨他然後誰跟誰同盟什麼之類的 那些都講的太 太過複雜就變成我一直在停下來查資料這樣 可是相對之下三百五十六把很多事情 找的 算是整理的很簡略 但是也許那個什麼 有好有壞了 好的是那個什麼觀眾有辦法更容易聚焦壞的是 事實上他就讓很多事情就變得更 可能他把很多事情簡化 然後可能很多事情 你仔細 你後來去查資料 會發現其實可能 出入了會變很大 這樣 好 故事其實一開始他是從那個 日本的陸軍跟海軍之間的那個什麼 矛盾開始矛盾對 因為日本真的很奇妙 日本事實上在二戰的時期 他們的那個什麼 內斷其實也不斷 這可能是真的跟他們在這個木默那個時間點 他們雖然變成一個統一聯合政府 但是事實上每個人的派系 還是非常的明確 而且每個派系本身自己又湧兵自重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有他們的武士 他們手下 因為他們過去都已經是武士魂了 所以其實他們名義上 他們是在天皇底下的一個那種 有那個什麼內閣 但是呢 總是常常會有很多那種 政變會發生 像226事件 就是在電影裡面一開始 其實就 其實電影的一開始就是陸軍 派一群那個什麼部隊然後跑到那個什麼 海軍的那個門口你知道嗎 在他面前然後做事要那個開槍 然後海軍這邊就很氣 那些高級軍官說你們怎麼那麼大膽 你們要反了嗎 你們真的要這麼做嗎 然後海軍那邊也緊張然後開始那個早集結人 兩方就一觸即發要打了這樣 然後 為什麼 故事其實 一開始就是在講說海軍這邊其實非常反對三國同盟 就是軸心國同盟 因為那個時候 日本一直都 瀰漫的一種那個什麼 我們去打仗 然後我們的國家才會繁榮的一種價值觀 這個從那個什麼 封城秀吉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日本一直覺得自己的資源不夠 然後一直想要去外面找資源 然後從封城秀吉年代 十成三成那個年代他們就已經打韓國 對 那 直到默默他們也是一樣 他們就開始覺得說 被人家欺負回來 就是當黑船來以後 他們 尊王朗儀 尊王朗儀之後的結果是什麼 我並不是說我們要自強 然後我們要成為一個不被 不被侵犯的國家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要去侵犯別國 他們真的 很 自然而然的覺得是要這樣子 那個國內這部電影的那個國內也一直 就一直在瀰漫這種氣 就是裡面有裡面有好幾段是 因為電影裡面 有兩個記者一直在訪問三本五十六 然後呢 比較年輕的那位記者其實就是可能都會要去 居酒屋去喝酒 然後裡面居酒屋的那場戲 基本上就是 幾個跟他們喝酒的那種老人啊 然後或者是你年輕女生然後在那邊談談話 從那個談話你就會感覺起來其實他是試圖 從這談話 告訴你說日本當時的民間的那個態度是怎麼回事 對然後同時還有那個什麼媒體的觀點媒體基本上 而且那時候的媒體的態度是什麼媒體的態度事實上也不是要真實的報導 是真實的那個什麼狀況然後讓國民自己去做決定 而是 我們 媒體應該要 導引民眾然後讓他們相信某件事情 這樣子 那 那個總編的叫做沙漠的演員是相傳照子 你就知道我那個氣場很強烈 就是那個 會指著對方的比如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然後明明那個時候我們現在應該要好好打 你怎麼會想要反戰之類的 對然後一手廣事在裡面就是演那種 很揚威力型的人 就是他是一個溫柔的人 不想要打仗 然後但是呢那個時候為了那個國家他們他他必須要被 就是他為了 為了不讓那個國家陷入更可怕的狀態他必須要去打而且去打了那個每個目的都是希望打完這場以後我們就想辦法求和 就是我們希望把美國拖到那個什麼裁判桌上面就是我可能必須要造成一個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讓美國覺得我們實在不好的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有立場可以求和 但是呢 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的因為事實上他背後的那些政府單位 只要在他打贏了一場戰爭以後就很高興覺得要再繼續打 對 這個其實基本上也是一個用傳說裡面楊威力的他所面臨的一個悲慘處境 楊威力在裡面也是一樣他可能想說他去 打下一些人要塞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可能有一個前面的要衝然後 讓對方好像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對我們那個時候 對我們侵略不能夠沒辦法來打我們之後那我們這邊其實就可以站穩腳步然後我們就可以和平了但是沒有他們背後根本就 很高興覺得我們贏的這一場我們那個什麼接下來因為那個勝利來太容易我們一定要繼續打下去這樣 對不過呢 三百五十六一手港式手演這個版本三百五十六事實上 也沒有把這個 也沒有把這個 這個那個什麼 海軍元帥 講得那麼的神話 事實上我覺得他在裡面其實還滿 有一點那個什麼讓他覺得那種 無能為力的那種感覺是非常嚴非常重 因為他裡面的電影裡面就是提到說他其實 呃 他出席整個海軍其實都是不支持三國三國同盟 就是得意日 對那可是整個民間都是希望 我們那個啥跟德國同盟 對然後我們就可以那個啥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出去打因為他們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他已經跟中國打了好一陣子然後陷入了焦灼狀態 所以他們就是很希望有盟軍 很渴望有 很渴望有一個盟軍喔可以去 跟日本合作這樣 只是 裡面其實也有好多段其實在告訴 應該是說那個什麼媒體特意的導引日本民眾這樣想 但是事實上他們沒有去把 德國對於日本真正的態度把它報導出來因為 事實上德國並不是很看得及日本 德國是需要 然後所以才希望找日本來 但日本人這邊的民間的感覺是我今天也是一個卡的所以德國 德國看得及德國那個也尊敬我所以那個時候我今天我們是強國這樣 然後我們接下來只要繼續打仗打仗我們就會繁榮這樣為什麼會繁榮我們日和戰爭打贏的我們繁榮我們那個什麼甲午戰爭打贏的我們繁榮所以 然後第一次大戰我們也我們也去打了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的經濟成長我們也解決我們經濟問題所以打仗是解決我們經濟問題的好方法 這個是當時平均的一個 民間的態度 很特別 就是我們現在跟我們現在想的那個根本就 邏輯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都知道說我們如果一旦打打仗我們的那個什麼人力物力消耗都很大 但是他們那時候的那個什麼想法全部都是前面幾次都是因為打仗所以才造成我們後來的成功跟我們的那個什麼的繁榮所以打仗一定沒問題 對那 可是只有海軍這邊其實一直不斷的不希望這樣 可是呢整個陸軍部 都一直不斷的施壓直到最後東條英雞當上首相之後哇接下來就沒辦法就是整個那個什麼 整個情勢就開始往那個什麼往要打仗這邊滑去 對那 那個時候356就是很明顯就是那個時候被上面的人就是說你如果在留在路上的話你可能有什麼 你還是去當海你還是去海那個什麼專心做海上的事情 對那 356就去當了那個 海軍司令 當我海軍司令 可是他在裡面其實有討論說他其實覺得 以356的態度他一直都覺得 像大和武裝這樣子的那個什麼強大的戰略艦根本是沒有這個需要 就是他認為以後 的那個打仗 就打仗基本上是空有的時代 就是要看航空母艦有多少 但是呢整個日本的軍部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想法所以他們花了非常多錢做出強大的戰略艦 對 可是 應該是只有356覺得說這樣是不行的所以 356幾乎從來沒有把大和號拿來當成主主力艦來打 他每次都把大和號擺在最後面 然後呢 可是從那個什麼幾次的大戰就那個二次大戰幾次戰役就會發現說 那個二次大戰的海戰基本上已經跟以前的那種 大炮巨艦到兩兩招那個什麼 船在那邊對紅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 那時候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個 戰鬥機然後 派過去然後直接把那個地方轟炸一番然後再回來這樣子 對那 356在一開始其實 一樣到底他就是希望在 他裡面記者來訪問他的時候他都有講出他的那個戰略戰略想法 他說 以美國這樣子的生產力 我們真的打得贏嗎 你怎麼會覺得我們打得贏 對那對方無法回答 但大部分大對方只基本上都會我們的現在的士氣 非常的強力我們可以用士氣壓過這件事情 但是356就是很務實派的人 所以他到最後其實都就是會變成說 他的第一戰其實他的每一戰其實他都有把那幾戰的那個邏輯講清楚 一開始他就希望 去打珍珠港這件事情 是希望能夠把所有的那個什麼 航空武器全部都被毀掉 只要讓他們一直之間沒有航空母艦就是無法那個展現他們空有實力 那接下來我們就求和 他那時候講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必須要在他們覺得那個手很痛的時候 然後呢 又不希望對我們出手然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的時候我們趕快 抓住那個手把他們抓到盤探桌上然後提彈下有力的條件 然後我們吃到便宜 然後我們就我們就退了這樣 我們就我們就不要再打 這樣子 對但是呢 事與願為 這故事其實基本上都在講356他雖然是一個艦隊司令長文但是呢 上面也沒有這麼信他 然後上面也不希望讓他掌握所有的事情 所以呢基本上他在這部電影裡面他們塑造了一個他的對手 就是軍部派了一個 中將 來那個 帶他的下面 的那個什麼 實際執行實戰的主力艦隊 叫做南雲 南雲中醫 南雲中醫基本上就是跟356不是同一個派別 但是356就是他的上司可是356 執行那個什麼發出命令是南雲中醫要去前線執行 所以在故事裡面常常發生海軍軍部把南雲中醫叫去就跟他說你要做什麼 然後結果南雲中醫到現場那個時候可能還不一定聽356的話 事實上南雲中醫也沒有完全聽軍部的話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南雲中醫這個人就是他沒有完全聽356 所以但是他會先他在前線可能會自己做一些決定這樣 基本上這部電影把南雲中醫 妖魔化 基本上就是他他故事有點 在告訴你說356所有的事情 完全那個少無法好好執行全部都是南雲中醫害的 裡面有好幾段都是這種就是356去跟南雲中醫說啊 那個時候我們現在在珍珠港 我們是一定要 孤注一直我們 絕對要把所有的那個什麼 航空母園全部破壞掉你不破壞掉那個這個任務就是失敗了 所以一定要去執行 可是軍部的跟他講說你我們的軍艦非常的珍貴 所以那個什麼 你必須要保有我們那個什麼 足夠的那個什麼 你不可以過度的消耗所以必須要保有你的那個 不要不要消耗太多這樣 然後南雲中醫呢兩邊都聽一半 所以第一次去派出來 打打了一番以後有戰果以後回來 我要保住我戰力然後就撤退這樣 然後 然後 三分五十六在前線他基本上你可以感覺起來他 大概知道他這時候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他當每次當他發言他什麼事都不能做的時候他就派他的就是把他手下叫來然後兩個人開始下降 他是用下降起來那個走 來試著平衡他的心情 但是你可以發現他在下降級的時候其實基本上他都是非常的 沒有辦法他事實上是無力的但是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所以可是 通常都在下降級的時候把所有的事情 就是很多那個什麼決策的錯誤全部都讓他聽到然後他 看了一口氣然後下決定什麼之類 然後 每次他下決定都是撤退 他兩次戰中 在電影裡面那個什麼兩次大戰役都是 他都是最後站起來說撤退 那個人 然後兩次的錯誤全部都南雲中醫 這部片基本上把 是把那個什麼356的那個什麼問題全部歸在說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好好把事情做好 是因為 他沒有辦法全權掌握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的指令全部都 對方都沒執行這樣 沒有好好的執行 像那個裡面也有一段是他在珍珠港事變之前 事實上是有 在電影裡面的不要講事實上 就是他電影裡面其實他要求對方一定要把最後通電傳出去 最後從也傳出去讓對方知道我們要打 我們才打 不要偷襲 為什麼因為你因為他認為說偷襲到最後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的名稱不會好而且對方 也 也會很生氣 那 對方會生氣到我們其實根本就沒有求我們就很難去求和 對 結果事情到最後果然如他想的那個樣子 他最後發現說對方 日本這邊沒有因為那個程序的問題沒有吧 沒有沒有先把最後通電出去就他們就先打了 結果啊 沒有辦法然後那個每次三百五十六都是最後其實 都是一種 好他不生氣但是事情就是這樣沒有辦法 但是後事就是我看的資料又發現 事實上三百五十六真的有這個問題 就是後面有人就是後面有人批判就是說 他的溫情主義可能也是他造成他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懲罰 他不懲罰他認為有問題的人 對 那 接下來打完了珍珠港以後 他自己認為就是所有的軍牌軍部的人大概都知道說這個任務沒有完成沒有沒有成功執行啊 因為真正那個什麼的戰術戰略目標是要把所有的空又全部都毀掉 但是沒有沒有成功 因為基本上那個珍珠港 只是轟炸了一番以後然後那個 航空母艦沒有在沒有在島內 所以他們的第一站沒有成功就是沒有把對方的空又毀掉而且還激怒了對方這樣 對可是日本 內部非常的高興覺得這是我們的大戰國 然後我們我們我們成功了這樣 然後接下來的第二場戰鬥要中途早之戰 中途早之戰其實在美國的那個海戰非常的文明 事實上在那個什麼 去那個時候 幾個月前嗎 去年還是幾個月前忘記 就是 那個美國那邊 那個時候才才拍了一部中途早期 對勞倫艾莫莉急拍的 然後那個很有趣喔 三百五十六在裡面的風川月絲眼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就是那個事實上看完這一部三百五十六以後再可以 可以再把那個什麼中途早之戰 拿出來對照一下你會覺得蠻有趣 因為三百五十六這部片其實是以三本的角度來看故事 那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這部電影是他就把兩個海戰的那個情勢講得很清楚 你中途早之戰的情況他是以那幾個在現場打仗的那幾個 戰鬥機飛行員啊什麼的 從他們的觀點 所以他們的他們的所看到的事情很破碎 搞不清楚狀況的情況很嚴重 但是如果你看完了三五十六的情況這樣再去看中途早我覺得會更清楚一點 因為 他完全是以將軍的那個 在看那個什麼戰場的角度在看 那南雲中逸這邊的情況呢就是他其實也又再命一次命令南雲中逸說 我們這一次 一定要把所有的那個什麼 航空母艦給全部都毀了 所以呢你的所有的那個戰艦那個什麼 戰鬥機上面全部都要綁有一半的戰鬥機全部都要綁水雷 然後南雲中逸又不停 就是在路上就是在出來的時候覺得 就是把所有的水雷拔掉這樣 所以他後來造成的那個戰時上面最有名的一個事件 就是 他到 當他發現有人要來攻擊他們的時候他在重新把那個什麼 打飛彈重新在換裝 就在 等到他換張到一半的時候對方那個已經攻擊過來哇 這件事情大事已經去已經已經已經來不及了 那 而且那個時候日本的那個航空母艦本來就不多 他在這場中途島之戰裡面 他損失了非常多的航空母艦 那從 從這之後基本上日軍基本上已經就 算是變弱就是已經沒有已經失去的戰略優勢就是 他在這之前他可能還有空用 在這之後已經完全就是他的那個什麼 航空母艦全部都毀掉 然後他在東西沒有辦法出來 接下來就必須要開始進入手勢 然後後面的其實幾場都是有點弄 從這件事情之後就已經沒有辦法再往這沒辦法打 然後從那個時候他就已經知道說接下來日本已經已經完蛋了 每一件從那邊開始的氣氛全部都是很悲壯就是 等於在都在做一些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那種事情就是我們已經 基本上已經是必輸了 那可是我們可能還還有形式上的戰力我們可能也還完完全全都我們還沒有完全死掉 所以我們在垂直掙扎 後面的部分全部都在垂直掙扎的部分 像瓜達康納爾啊 瓜達康納爾是基本上就是哇那個真的很慘 打打那個島然後基本上是想說還要再往前打但是 已經沒有油了 哇從那個時候看到那個後方那個已經捉進劍走的情況 這麼大台的戰艦然後沒有油 所以沒辦法打沒有辦法行行 所以必須要撤退 哇那個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無力然後而且他的下面的那個是 手下基本上是每個人都是那種玉碎型的人 就是他的那個像裡面有幾個其實很認同356的將軍 阿布寬所演的那一位 第二部隊但是不是就是比較年輕然後還是必須要受難於中醫管家 所以他在裡面在扮演之後擁有銳智的眼光 覺得這個時候就該怎麼樣可是他的上司沒有做到 然後到最後那個上司的失敗變成他 阿布寬所演的這個將軍要來扛 所以他變成 開著他自己說過警察那一台航空母艦然後要去打那個什麼 要在中途早去打那個什麼 想辦法要去執行356的任務去擊敗對方的那個航空母艦 結果自己到最後完全被他有成功的毀掉一台 毀掉一台 毀掉一台但他自己那台也毀 然後最後叫所有人全部都離間他自己一個人在上面 我靠一個那個好不容易養成了一個將軍就這樣死在船上 那第二次也是啊他們在瓜達康納也是有一個人就是 覺得那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救出裡面的人然後對方都沒有油料他說那我願意為驅逐艦護航 然後再一旦炮戰當中以後接下來356接獲 這個這個將軍死了我想靠北 就是356在裡面以為那種態度 養了這麼多有一點那種有一點痛苦 養了那麼多精英結果到最後說死就死了 就是人人很難培養然後可是這些武將這些武士道的那個海軍人 每一個都那個什麼 都每一個人都活在自己的浪漫裡面然後隨時都死掉了 隨時都自殺 都執行自殺事行為了 那裡面也有幾段就是那種有點為了讓我356平板因為裡面也還有一段在寫說 他的那個部下的問他說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那個什麼 小型前見到人個人前見的計畫 等於是那個少讓士兵開著那個水雷然後那個水有去無回的那個什麼任務 然後356在裡面直接否定他說這個東西不行 對我們有那個什麼有辦法那個我們 冒險的那個 計畫我能夠承受 賭注班的計畫我可以承受但是那個確定這個人回不來了我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到最後也有一點到最後越來越沒有辦法 他也越來越無法承受 因為他的所有的人是打到後來基本上已經 他向後面有一場的1號作戰 1號作戰那個基本上他 組織的所有那個好朋友回來的那個 等那個的先那些那種空空中攻擊隊 然後到最後其實已經在講說他是為了要確保那些戰艦可以他手上的劍你可以回去 對那回那個什麼 可是前面派出的那一群人就是要去把他們犧牲所以那些人根本就是已經 是有去無回的 但是呢那個什麼也沒有跟他們講 但是你可以看到356在那邊咬那個帽子的時候他們那個表情就是他在做他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 就是他他已經 那已經違反他的原則 但是他還是去 但到最後的那一刻我就覺得其實電影在裡面其實有點想要把他堅持要去視察 他最後的那一場那個什麼356的死 事實上是他 坐在飛機上面然後要去視察前線結果被被人家那個什麼 被美軍截獲的電報然後準備要殺掉他這樣然後 有點我覺得那邊其實有點他好像 覺得自己做錯就是他已經違反他自己人本身的那種 原則然後只為了要保護他的國家然後讓他的國家能夠多一點 多一點那個時候後背的那個戰力然後呢 違反了他自己的那種原則跟人格 所以他最後 覺得他必須要以身作則去現場 然後那個就是人已經死掉死了這麼多然後有一些 就他像他當時決定要去的那一段是那個時候決定要自己親自去視察 是因為他聽到那個戰鬥機飛行員就死掉了 那之前在現場還有特地 特地那個時候去跟他聊天這樣 但是他就是那個跟他聊過天的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軍官就這樣子被擊墜 然後他覺得他知道是他害的他知道是他自己的那個時候 是他下這個指令要犧牲他們 所以他決定去現場 去現場去做衛繞他們 去去激勵事情即使這件事情可能本身是一個 他自己知道很危險可能也自己好像有點覺悟可能這一次去就不會回來 但那場真的有點把他打得很傳奇 因為三分五十六的死啊 也非常的傳奇啊 就是 他被擊落他被擊落以後然後那個 墜毀在那個從你裡面到最後人家找到他的時候 他竟然 還是斷座的死掉 就是他手還主著他的武士刀 那個電影裡面有點把他這一刻 哇 死得這麼帥 就是 被 就是在空中被掃射然後重傷而死 然後 既然那個什麼還能夠斷座的死在那個地方 他的最後那個什麼 一所廣告把他一所廣告全是的就是我 簡直像是那種日本的軍神 那種 如果以台灣的那種要拍就是那種武尊關公 不屈不挠然後到最後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還保持著一個那個樣子死在那個地方 但是電影裡面其實最後其實還有一個那個什麼另外一個觀點是那個 應該是玉木宏吧 玉木宏在裡面所演的這個年輕人 年輕人其實是好像在這裡面被被356所啟發 356其實告訴他說你打仗你那個時候不是真正的純粹的打仗 你要考慮到更多的事情 然後他等於在裡面其實一直不斷的被他啟發 然後到最後電影是以玉木宏的觀點 在講356 這感覺起來其實完全是你可以感覺甚至可以說 這部片好像是玉木宏演的那個記者 然後寫下了356的故事的感覺 這部片 以時代劇來講其實是很好看 我真的覺得日本人很會拍他們自己的那種 傳記片就是他講的很 應該是說其實他是主旋律片 但是你會覺得他講的有點弄 不運不活很溫婉的那種那種感覺 雖然很明顯的一直不斷的 故事全部都當然就是全部都356的好 359簡直是個玩人 在家裡面對他孩子好 對他太太也好 然後出去那個時候去吃飯的時候嚇到小孩子然後 然後還對小孩子很好這樣子 對誰都很好 這樣子 可是我去找資料之後發現 356有一段那個什麼 根本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電影沒有沒有講出來的那一面 對就是哇那個什麼 是限時中的356是很喜歡去玩 玩意記的 跟家裡面其實很少回家 因為很喜歡去賭博 所以那個什麼 導致說他那個什麼好像可能因為這個影響 所以導致他的那個 作戰計畫感覺起來都很孤注一指 但是有趣的有去到一點是 356這個人 是不僅日本 本身日本國內的人尊敬他 連美國人都還蠻尊敬他 就是你可以發現就是 美國他們拍了幾部二戰電影 像珍珠港 像是中途島 他們其實 基本上 在裡面都沒有醜化356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有趣的 也就是說356其實是 這個人他其實 雖然他是一個偷襲珍珠港的一個 一個講的那個什麼執行者 但是 你可以發現說不管是美國或 或者日本其實都 都是 還蠻尊敬他 而且這一點其實到現在都還還是 還是有的 因為356啊 在我們的遊戲 戰艦世界裡面呢 是一個 最近那個是一個特殊人物 等一下我看一下 在2017年的8月10日 三百五十六 這段我真的覺得蠻有趣 三百五十六五十六加進的戰艦世界 裡面是完全的永久戰役又可以給予的獎勵 他是日本海區的傳奇艦長擁有獨特的艦長技能加成 也就是說 在 世界性性的那個線上遊戲裡面他是被介紹出來的就是 這下子就是可能歐美都會認就是不管是歐洲啊或其他國家都會認識他 對啊 OK 好啦這個是 一所廣市所演的三分五十六 對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你如果你是 他真的說老實話他比官員核戰好懂太多 就是他把很多事件把它撿 撿劣化然後所以你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你會 比較能夠聚焦知道說這個事情發生了什麼 然後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了解當時歷史的故事的話 先從 這個這種故事開始看然後接下來再去找資料的可以 然後再去吐槽這部片裡面的內容 因為 我看一看就是知道說這部片完全在神話三分五十六 就是他基本上把三分五十六美化到一個極限然後 對就 然後那個 從他的角度看 但是我們在看 看完了以後去找資料之後你就可以發現 可以從側面就說這個時候誰誰誰其實是怎樣 對 事實上南雲中醫我都覺得 我覺得 你你如果從早知道你會發現南雲中醫應該有很多他的無奈 因為 如果三分五十六是一個中階主管的話哇那南雲中醫中階主管的中階主管 就是他其實應該是最最前線最難做出決定的那個人 對 OK 好吧 兩點五十一分 那個什麼 我一直在那個留言板一直講那個再補充三分五十六的那個 暫時知識 你要不要講一些什麼啊 對 你有看這部片嗎 是 是 是怎樣 有看過 那你要不要講一些 因為我其實覺得我在講這個其實 有點流水障 你已經幾乎把整部片都快講完了 對 我把國王跟三分五十六都是以傳記片的方法全部都講完了 對 是的 對 我覺得不錯 因為他們這兩部片都是比較熟於線性的那種路線 他就是不是那個來自恐懼這樣子的片 對啊 我覺得基本上那個一所廣是演的那個版本的三分五六是把所有民間對他的那種野史傳說都編進去啊 對的 對的 所以你比如說我覺得你講那個什麼他最後死的是坐直挺挺下去那個地方 嗯 就確實啊也有這個傳說 然後也有寫到一些書本裡面 可是後來被證實說是 是假的 不是假的是 去找 就是去搜尋那個叢林裡面然後找到那個獅海那個飛機殘骸的那個隊 是那個士兵把三分五十六弄成那個樣子然後才拍照 哦 對對對 所以就是有後來有慢慢去打破一些神話 想說那我摳連 哈哈哈 我操 但是確實是有當時的報紙或是報道就是 嗯 說他是這樣子死掉這樣 對對對 其實有一部我不是很看得懂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就是他 好像家裡面有很多個小孩子 對 然後他們有一幕他太太生病 然後他還搬了那個桌子到去那個時候去吃飯 然後 他之前 大概 跟家裡面吃飯的戲好像演了兩次 第一次的基本上好像跟家裡面那個什麼 講一講以後然後由由爸爸沒有就356然後夾菜給所有的人這樣 對可是第二次還蠻有趣的第二次是 他那個什麼沒有夾菜給所有人然後桌子上面就有一條魚 然後就家裡面都沒有人要吃那條魚 然後鏡頭最後是卡在那條魚上面 然後我其實覺得有點疑惑他在幹嘛 因為物資變少了 我也是這樣想好像是這樣 但是那條魚當下不吃什麼的以後 我覺得 沒有那個是 就海軍 淘海人的觀點 魚其實是個 忌諱這樣 是嗎 尤其是尤其是你要翻面這樣 蛤 蛤 Ten 就ன吃魚麵不能翻面 因為飯鬼 日本有這個機會嗎 就 魚 吃魚不可以翻面 沒有 不要說日本、傳統台灣就有啊 你們去看一部老les 在稻草人 也不對 稻草人是別的意思 稻草人有翻面 祝你勇敢的孩子 快好自然 共甘心疼 怕他心 想让你心知善良